各位無極直戰狼善信還有網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兩種問世方式 代官問世和通靈降價 首先代官問世是指靈靈的靈能者 透過觀音術進入靈界 他們的任務是協助調理善信的健康和遺事 在此過程中 代官者自己的意識並不消失 他們更像是靈界的翻譯官 確保善信可以明確了解到來自靈界的訊息 還有狀況 此外他們還會請求神靈的協助 以提升善信的健康和遺事 這是無極直戰堂呂金吳大師所傳下來的問世法門 也是我們這個宗派特有的方式 相比之下 通靈降價則是神靈直接降臨到通靈者的身體中 這使通靈者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識 讓神靈自由表達 直接與善信互動 提供加持或福利來幫助信眾 特別是在台灣 你會發現這是各大宮廟中最常見的方式 希望這個簡單的介紹 能幫助大家更深入理解 這兩種問世方法 和台灣的信仰文化喔 中文化的資格 是一種詞文化的賞窟 最後一種人 做在世詞文化的網絡下